第18题水滴头和火焰头挑战对象推一个静置在光滑无摩擦力的平面上 质量为2公斤的塑胶块推到对方阵营即可获胜 此塑胶块受到水滴头向右10牛顿的水平推力 与火焰头向左4牛顿的水平推力 请问此塑胶块的加速度大小为多少 这个塑胶块受到一个10牛顿的力量向右 受到一个4牛顿的力量向左 所以它合力是10-4等于6牛顿 那么根据我们的公式F等于MA 那我们所受的合力是6牛顿 我们的质量是2公斤重 所以我们加速度就3公尺每秒每秒 所以第18题问我们说 请问此塑胶块的加速度大小为多少 我们答案选的是B3公尺每秒每秒 我们下场的了解 判断さ过来 这样是4牛顿的部队 所以到这种了解 我们下场的了解